韩 Libr Blue www. tsp.oston 各位好玩 大家午安 大家宜好 我希望這 agrade organizates 大家會很開心 知道這麼多有趣的東西 不要去睡覺 要睡覺就好好睡覺 起來好好聽一下 多少來吸收東西 我現在要說的題目 就是創意的思考和題目的制度 就是Creative Thinking 跟Portrack Proposal System 這個Thinking就是說 正情事也大家多少知道英文 正情事就是我一直在想 就是說我在想這個創意的東西 從來都沒有停止過 你就一直在想 那想不是說 一直胡思亂想那種想 是你要把它收縮過來 來具體化 就創一個鑽案出來 那我今天就要說這個 這個題目是這麼特別的 我也希望說我的腦筋 不要一直像以前那種思想 還是以前那種方式 來去做的事情 我也希望有新的東西開始 我跟大家講明 我也沒有說 我是哪一個做鋼絲路 太好 我也是在合適 我回去也會看到找到好的教材 更忙碌到好的 更生氣的 還是說看看 我去上課 我所有的東西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我都這個題目 我都會一直更新 我現在主要要說的那個 厚乃就是這個大工 要說什麼 是不是創意的事故 是什麼叫做創意 是不是我想就好 其實不是喔 你還要有執行力 要怎麼執行 是不是要先了解你自己 再來 你這提案出來 要怎麼具體化 我就有想 我也想要自己立行 但是我都不知道 從哪裡開始 覺得很迷惘 我這樣讓大家了解 這個新制圖 我也是台客 跟大家有一個砲磚引誘 說這個 有這個新制圖 這個問題出來 再來 我們要知道 現在台灣這個 這個體制裡面 都是叫媒體來掌控 你的思想好像現在是惡條 以前是八十公佈 把你押著你的思想 現在是用媒體 把你整個人的生活 帶你去不對的地方 不讓你的空間 去思考 所以我們要明辨是非 要知道 這個媒體 對我們台灣人 是怎麼會這樣 我們要拖出 拖出 要有自己的想法 當然啦 我們一個中國教養 跟中國思想裡面 在生活 不然新的問題出來 所以我們要先了解中國人 檢討 我們是不是叫 中國人五年八千 來了解 再來 我們要有一種教育的 受教育對不對 教育我們是不是 因為這個教育制度來五年 所以我們不便 都引起 會不好的這種 因為他吸收不好的東西 你對人管理也是不好的東西 不好意思 要說電話 先出去說 不好意思 來 我們現在來說 我們要怎麼了解自己 先想想看 你有了解自己嗎 你的為敵是什麼 你來為民進府要創什麼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先了解自己 我們要先了解自己 我們要先知道一些生物論 一些理論 我們要說給大家聽 達爾文 大家知道達爾文是誰人嗎 我們知道 有人不知道 達爾文 達爾文大家都知道是物盡天責 聖者就勝出 敗者就滅亡 就死掉了 這個意思是說 很多基因都在競爭 好的壞 都要使用這個環境 結果 不好的就被打敗 死了死去 像紀念禄 他沒有到 紅棍沒有到大 基因沒有到好 他就死了死了 好的 基因就留下來了 基因留下來了 就大量的繁殖 聖者就勝出 敗者就滅亡了 物盡天責 這個 死金 死金 生物論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看這個 婚教 他 這麼想要吃這個食物 都吃不到 有時候 他說 要怎麼吃得到 他都要走來走去 生來生去 頭髮有在想這麼好的方法 我想一定要吃到這個食物 這麼好吃的 剛才有吃到這個 保利隆做的正確 他就想說 他走來吃完 他那時候 這個鴨皮是一個鴨皮 走來走去 去尋尿那個距離多多 他騎這個磚塊 又知道這個 保利隆做的磚塊 走來 要去衡量那個距離 他腦筋下去 在形成這個很自然的反應 你走來騎去 這個距離又不夠 他說 還把這個蟲子 為他的水 這個洞 一直移 他又把它立起來 後來他吃到了 這意思是說 我們回到問題的時候 都會想 想想 想想想 不好的都想 想到說 想之後 結果我們特性 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之後 你一禮拜用這個方法 這種輸扣的模式 我開始都會很盲目 我要怎麼這麼好 問老師問朋友問什麼人 問問的 你找到一種方法最好 一禮拜你就不會那麼盲目 你就用那個方法 再來不斷的進步 這是一個skin愛的理論 我覺得他很清楚的描述 現在的人怎麼盲目 找不到方向 來這邊我們找到方向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找到一個方向 我們要走正確的法理 這個延伸的意義是這樣 這個 八博一個生物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已經知道 你要反射的動作是什麼 你要歡迎 譬如說我說人最基本的本能 就是說你走路的 剛才有一個車要轉過來 是 他要扭你還是你要扭他 你扭他對不對 你會扭就對了 你就會 你就會很先天的反應 就是說我先想讓他過 這是你本能的反應 但是 現在本能反應 不能只停留到這些生理的反應 讓他不斷的訓練自己有新的東西 就 你吸收東西 你越多更高層次 你也反射動作在哪裡 譬如你發生了什麼 財務危機 還是說你家裡教小孩 小孩不聽話 涉足不當的場所 你怎麼用什麼方法 你因為你理解很多 你怎麼叫戰手冊 你基本上擁有這個基本的嘗試 你如果一開始就知道 要怎麼高雄你的孩子 要怎麼看你這個 剛才說什麼 講說你有倒債 我說你經濟方面不好 你知道這個方式 要怎麼來克服困難 就是你不斷去累積自己的能力 智慧 剛才開始就知道怎麼反應了 這個他的意思是這樣 再來 還有一個 這個生物論 就是說 我吸收這麼多 因為語言分離 語言文字 然後我衍生 我吸收很多東西 我是不是吸收不斷的練習 成為我的 成為我的以後 你是不是要去 成為自己的一個經驗 去適應環境 適應環境之後呢 你覺得我可以改變這個 我還會把它創作更好的東西出來 就是你用語言文字來發展更好 試著你去學習進步 適應環境 你還可以改變它 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格雷高利的生物理論 就是說我們要後天的去努力 累積自己的實力 你有了解這個生物論 你有了解自己 你熟悉什麼樣的 你要學習什麼 基本上你有一個概念 再來 我們知道 現在大腦運作的五部曲 就是說我接受 現在我在講話 對不對 大家看到我的議員 講話 用台語講 也有一些北京的議 大家看我 我是先做什麼看 我現在的內容是什麼 你大腦現在在接收 接收之後 你是不是這樣 摸一句不錯 把它吞起來 吞起來不是說 我吞起來 我就是要把照本宣哥 copy 你還要去把那個分析 分析說這樣對嗎 對不錯喔 我吸收之後 然後我有這個 對的東西 控制之後 要適當 放送給別人 要怎麼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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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送是說 我現在在講話 我用 我用的語言 我的肢體語言 還有我的聲音的語言 還有我的圖片 我表達出去 我的動作是什麼 這是接收儲存分析 控制 跟輸出 現在要來講這個大腦 大家都知道大腦是定業 很好的就是定業 這枕頭在睡 枕頭在睡覺 枕葉 前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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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葉 這就是大腦四個地方 但是左右腦有什麼 左右腦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知道 這就是Live 這就是Live 左邊一個右邊 我們這個右邊的大腦是控制左手 在座有左撇子的人嗎 那有左撇子啊 有喔 這個 大部分都是右撇子 右撇子大概都是左邊這邊比較發達 左邊到底是什麼東西 左邊是說這個 他的組織 他的數理方面 線性方面 這個數字方面比較好一點 你如果說這個觀眾左手的人是說 他喔 可能有那個創意 還有那個天馬神功的想法 還有那個 這麼好的這種藝術的天分 認知的天分 我們來看一個影片一下 你按這個圖片 他來測定你喔 來測驗你喔 到底你是左腦的人還是右腦的人 我們夾夾喔 左腦右腦各有強的部分跟弱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要仔細看喔 他的影片很快 他用那個圖片影像 來測定你是右腦還是左腦比較發達的 底下的動作喔 是A或B 你把它記起來 你現在看到的是他右轉還是左轉 右轉的人喔 都是B嘛 左轉的是A 但是我告訴你喔 我 我會看左邊也會看到右邊 你在兒童方面畫個Q是哪一邊嗎 你左腳 在焦族的時候是誰在上面喔 你 還有一個你跟 你的手 耳手 誰在上面喔 大拇指誰在上面 你的手做一個軟的呢 還是 這麼乾淨的 測驗一下自己 那這是一個觸避的道別 給你一個 了解自己喔 你也是 你也想說還是很有規律的 在測你的那個 數學演算 B比較多就是 右腦比較多 右腦比較多 右腦比較多你看 衝動的 會不會想像的 左腦是說 邏輯思考的 結構的 數理方面的 如果各戰一部 是說你沒有特別的優勢嗎 你有了解自己是左腦右腦嗎 好 我們結束 這個近一點的一個音頻喔 有感覺觸避嗎 你有了解自己嗎 你是慣用 右邊思想還是左邊思想 雖然左右 左手是控制的 但是人的比例不一樣喔 我要來講這個度頻的意思是說 一般的電位是A傳到C嘛 但是大家就固定這個A 要怎麼傳到C 你有一個方式 讓你A傳到C嗎 一般的方式是什麼 大家就是 每天早就晚我嘛 我就這樣日復一日 年過一年 你就常常在過你自己的日子 你根本就沒有response 沒有sense 變沒有東西 突然你有一個B B就是像一個 那個電影給你接下去 那個電位給你接下去 促成 你這個電位活化了 活化你就招來這個C 沒有 這樣你就變得可以傳到到C 這就是說 你不再需要B了 你自然就傳到C了 那我要講的道理是誰 你的B是誰 你按的那個鈕 那個電位在那裡 你來台灣民進府 你有你的輸口 你按的那個電位 你有一個刺激點 你願意去探索不同的東西 你會讓你的本能的A 就放大出來 你自自然然 你就會走到了C 那一般的人都是A 點點在過日子 人家給你 民體給你洗腦 中國教育給你洗腦 對 我就聽了這樣說 你有一個美的 又沒有一樣的思想 讓你人生有了一些變化 讓你有這麼多成長的 這麼多想法的 看有什麼更好的制度 來改變我們的現象嗎 所以大家來看看 這就是一個神經元 就一直傳導 一個A神經元 傳到B 就一直傳 這就是我們老婆可以測定 那我要跟大家說 你們現在來台灣民進府 進行 你們的老婆 跟你們來之後 就像過五關之後 你們的老婆都不一樣 這為什麼 這因為你的心境有刺激 怎麼刺激 你們已經放棄以前 沉浮的想法 過去的想法 你有新的東西出來 新的東西出來 哪有可能 這樣對不對 他就這樣跳 怎麼跳 因為你的心境有在動 你有在思想 我們再來說 我要說 觀察力很重要 大家知道 我們生存在世界 有環境促成跟背景知識 你的環境就是 好像英東國有一個 叫做夢母三千 他住在台地的 或是住在這個環境裡面 他就變什麼樣的人 所以環境促成一個人 他的道德跟人格 那也很重要 還有他爸爸媽媽 是什麼教育聽到的人 也有影響 再來背景知識 是說 可能他在這個環境當中 給他的知識 他的背景在哪裡 譬如說 可能爸爸是中醫 他會學中醫 可能他爸爸有建築 或是說樹立的嘗試 他就 怕他就有這種 這種方面的優勢 對不對 但是 雖然這個環境跟背景 重要 但是你後天的努力 我剛剛說的 後天努力很重要 這就是 這個先天會影響到你 背景知識也是以後 你可以運用在 你說好好 或是說你外面自己在充實自己 這個都可以加強你的背景知識 當然行程假設 行程假設是說 以前嘛 人家都說嘛 地球是圓的嗎 我本來就是走平地啊 那有可能地球是圓的 那時候是神學 神圈傳說的 那時候 中世紀的時候嘛 你說地球是圓的人 就被人家 就 要判他死刑 把他拿起來 拿去證 但是事實證明 地球是圓的啊 有假說啊 人家是怎麼假說的 人家有那個理論跟道理存在 比如現在 柯南嘛 大家都知道柯南 柯南也說 密室殺人 還是說 這為什麼 發生的那個情境 原因是什麼 他可以去追溯那個線索 大膽去因為觀察的 他的程度很高 觀察 觀察到具體化 找線索 你就把這個假說 就很具體的呈現 這是你內在的潛能 每個人都有這種 可以形成假說 這個能力的潛能 只是你們願不願意去 去注重你們的觀察力 然後堅持到底 有的毅力嗎 去學識 去了解這個觀察力 你簡單嘛 你家裡有破油漆啦 到底這個誰破 抓到三名的 那個嫌疑犯 請問你要怎麼去判斷 這個誰的人 是嫌疑犯當中的主謀 是誰人嗎 大家都知道啊 有人會跟我說 一個長得很高的 一個一般身高的 一個矮的 你們家的油漆是破的方向 高低 你可以因為這個方式 去衡量那個人 是不是 就是嫌疑最大 這就要你去觀察 從那個細節裡面去觀察 行程假設 我判定他就是兇手 這跟法律判斷 那都是一樣的喔 你去蛛絲馬跡 然後去搜索嫌疑犯 還有當天出路 你一直追溯 你有那種能力嗎 天生就有這樣能力的人嗎 有 但是後天努力過來的 不斷的因為專業 因為努力 成就的 有 要不然我們很多破萬 怎麼破的 大家要有這個能力 把自己的 沒有 已經塵封很久很髒的這個 我們的內心啦 把它洗乾淨 你就不要叫媒體洗 你也不要叫外界來影響 他說你到底要怎麼去了解自己 我每天都一成不變啊 有人說吃飽飽飽飽吃 別人有困難 你敢去幫忙 我幫忙我就變成說我還要聊時間 我又可能給主管 來對我不理或什麼 我有什麼幫忙 我說效果要怎麼樣 但是當你有這種危機的時候 有人要幫忙嗎 也沒有人要幫忙 你想要改變就是 你說你很重 你有新的東西 有 人家說什麼道德勇氣 進行人家發生什麼事情 你可以挺身而出嗎 我不要 我不要 以後你發生事情 人家也不會理你 你有沒有改變 這個現狀的能力 你有沒有了解你自己 你要想看 你要永遠在A的這個 電位 還是說你要有一個刺激 我衝到BC電位 甚至更高層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一個老闆 看新樓 對他不抹 就叫他出來 那個新樓就說 你都騎腳的手 我一個人做到要死 他這個不抹 就把老闆抗議 因為老闆就說 不然你有什麼財情 不然你起來 他叫他走過來 說我的手 如果放到這個拼 你把鄉方抗議 他那個新樓就說 我把你抗議 你會給我洗頭 沒關係 我處理不給你洗頭 不用四勤拜 你把我手放到拼 你把我抗議 這樣呢 在座有人 在座誰會抗議 有人會抗議的押手 不會抗議的押手 我告訴你 這是老闆 他為什麼要做老闆 如果這個新樓說下去 老闆就把他揍進來 他講下去 大家知道嗎 人家老闆幫你設局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人家設局 為什麼人家要做老闆 人家老闆就生跟你不一樣 你就是跟人家做新樓 我現在的屁股就是叫大家 不要一直做工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要這種工人的訴訟 你做到要試買什麼 你也這樣而已 是這麼多社會這麼多勵 也有兩個工人 他也這麼打拼就有練 在家裡 他說我為這個公司來打拼 我為這個人類 來建一個漂亮的家 但是他跟美 一個美公 我又不覺得好的生活 我想要出去開建設公司 他有心得嘛 建設公司開下去 剛才開始已經很艱難了 但是他克服 然後他又有人脈 他又有自己創意的想法 然後20年以後 這個A的工人 油圓的做工人 這個B的工人 雖然他經過20年 風風雨雨 他現在也變大老闆 同樣是在做家的人 不一樣的訴訟 就在做中 他不一樣的人心 我就跟大家說 外面 沒有要注文台灣民進府的 跟他來吃 你要來注文台灣民進府 就是要來了解台灣民進府 要為台灣來打拼這場人 你看 人心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也要吃萬一 要有這個B電位 讓你認識到不一樣的循環 就由台灣民進府開始 就要先改變自己 我這個有一個 有一個鞭筆 如果有時間我們再來看 你要改變當中 你可以很痛苦的經濟 我有一個鞭筆 但是後面還有很多鞭筆 所以我先放一下 如果有錢 如果有時間我們來放上 大家知道這個誰人嗎 有人可以跟他講嗎 艾迪森 艾迪森 對 艾迪森對不對 大家都認識他嘛 大部分的人 都認識他啦 他不認識你 你怎麼讓人家認識你 人家呢 沒中了 有種很多訴訟 沒中了有些疑問 人家為他的實驗室 一直不斷的在測試 在美國跟外國 中共共產有三四千 專業執照 人家他做的 當然他媽媽那個環境很重要 他剛開始的時候 學生都覺得他屬性這麼奇怪 沒中就說老師怎麼樣 這個要怎麼變 老師給他翻到書 你教外 教科書 幫你教就好 你 揚揚揚揚揚揚 要做什麼 要跟他說他問題的學生 說這個人有問題 就叫他退學 他就跟他媽媽說 來 媽媽用他的方法 幫他為他教育 給他這麼好的訴訟 幫他的能量 幫他的思想 讓他開發結果 學校拒絕他 社會拒絕他 但是他媽媽是他的兒子 他不拒絕他 這樣 不但好好的尋尋善誘 還給他 他要做什麼研究 就讓他做研究 還是那個時空背景就是這樣 人家也求知的欲望跟努力 人家有實驗 不是說我城牆爛掉 我一直在創意 但是我沒有具體 人家也是做實驗 人家有一個案子出來 人家也做出來了 到底創造力是什麼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創造力 是說你可能把那個 城市的誤會給你蒙蔽了 你不知道自己有這個能力 你有這個能力 你不要把你手邊的東西 煩到你沒辦法讓自己清醒 你要不斷的把自己的腦筋清空 有人 你說在吵雜的地方你也可以清空 是你自己的心靜不靜 能夠有靜的環境是最好 有時候有啊 你走在路上 你突然有一個idea 你走在捷運上 或是你打在哪邊 那就是你有不斷的thinking 我剛才說的 ING就是一直在進行思想 除非你說一天到晚 只在玩手機而已 現在你自己看捷運 十個裡面有九個人在玩手機 那我不知道手機是不是他正在玩遊戲 還是他在看新聞 還是他在看一些有創意的東西 一些文章 我們不能夠去評斷 但是真的十個人那邊有九個人 在動他的iPad 還有筆記錦電腦還有手機 到底他們在決定他們人生是什麼 但是我告訴大家 大部分的人其實都在看電視劇 還有玩遊戲 我覺得這個很悲哀啦 變台灣人 被這個 所謂的這個社會的這個進步 好像說這種 電子產品喔 所吸引 但是你要 有吸引 並不是被他套牢 雖然說iPad的那個 那個什麼 蘋果的 創辦人 他創辦的這個Apple 看人家會有這麼重要創意 你也有創意啊 但是你不能在他的金箍 沒有金箍咒裡面嘛 是不是 你要跳脫出來 我現在是在利用你的電子產品 讓我更進步 而不是我 屈就於你的電子產品裡面 來消耗你的電子產品裡面 那些的經濟價值而已 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這樣子 去思考一下喔 頓悟 你頓多不簡單啊 可是你都是被那些手機裡面 一些電子產品的東西 那你頓悟的這個根本就沒了 除非你有時時在注意 自己這方面的想法 什麼就是 什麼叫做智商 什麼叫做你的創造的商術 不是說你有一個思維了 你現在有一個循環 循環還把那個循環喔 把它具體化連線 點線面連起來 然後變成3D 4D 具體呈現這個案子 這個提案就出來了 你就會去省事去運作去執行 你絕對有這個能力 只是你要不要open 要不要打開你的想法 你看看嘛 這個簡單的東西 我也從來都沒有想過 它可以用時下的一些東西 創意 就這麼簡單 這創意還可以把它放大 那我們來看這個 哆啦A夢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哆啦A夢是一個卡通人物 但是 他讓大家這麼多輸口的空間 你看他的道具 他的那個適度空間的那個口袋 可以拿出這些道具出來 講說怎麼說這個 這就是卡通而已 我告訴你 很多東西就是從你看到的東西 你有新的東西發明 就在這些idea刺激你 再來看 大家都說 沒有啦 我最大就是三個啦 我正希望這個能實現啦 穿越時空啦 還有煮蜻蜓啦 還有這個任意門嘛 對不對 我不用坐客人車來吃 我就 任意門一開我就來台灣民政府 對不對 要想這麼好 但是 正經齁我 剛才坐客人車來 跟客人車司機說 說齁 有一個啦 講故事給他聽說 也有一個那個物理學家 在外國一個物理學家 他這想他們過世的爸爸 他這想因為他是物理學家 他都做這麼多實驗 他說 他希望 我做實驗成功之後 我回去爸爸那時候的時代 叫爸爸你不要補分 因為爸爸死於肺癌 給他看完爸爸 他這想他們爸爸的 想到他們爸爸他就要老了 他這想希望爸爸延長生命 他的想法大家覺得很可笑 怎麼有可能回到那個時候 但是大家跟你說喔 你不要說這次不可能 以後的世界很難預料 就是有很多人正在thinking 創造一種新的東西出來 你根本就想不到的 那你願不願意也有這個能力 去創造新的東西 至少這個作者他有這個創意啊 他讓你引起共鳴嘛 那有很多 你看現在電影拍很多嘛 回到過去回到未來嘛 這也是一個點線面 讓大家去思考 我來看嘛 你不要說這個縮小燈啊 這個縮小燈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檔案的夢 這個蛋糕啊 就是那麼大小了 但是他要分享更多 就把自己縮小了 他可以吃很多東西對吧 縮小燈 人家有把縮小燈這個原理 發明著一個怎麼 叫做抖篷 這個隱形抖篷材料 把這個縮影下來 這個還有更多的創意啦 那還有空氣槍 空氣槍嘛 我到了我的手裡面 我要拼拼 我就在拼拼 但是有人把它創造出來 有這種物化概念 這就是可以來動作一個空氣泡 集聚它的一些空氣 然後來玩這個空氣泡 還做遊戲 然後工業上也可以運用 這個是一個點線面擴大 再來說 到底要怎麼去訓練呢 這個小老鼠 你看它是一個小小的牲畜 它可以透過主人的訓練 它可以有各種動作 它可以照著做 這個是一個影片很精彩 現在也沒有時間能夠讓大家看 為什麼可以 人類的大腦剛剛看過了 你有什麼創意的想 有思考過嗎 你了解自己過嗎 你有了解自己嗎 你有了解自己嗎 這也是在網路 我覺得很趣 大家先把這個八個字記起來 當然啦這個是日片嘛 是東大特訓班來賓 我截錄下來 你要把這個八個字記起來 讓你一分鐘記起來 但是你不知道給我記這二而已 你再照順序給我記 你第一 我和你來講 它是心瀉的意思 你把一就是心瀉要記起來 我現在說第七個字是簽的 你馬上知道這是我爭 這是咖啡啦 這個評價名 卡麵就是那個相機 拿手這個就是你的記事本嘛 電話嘛 這是taxi的意思 這是狗嘛 你要把這個八個字 這個單字 你把它記起來 還把我記這個塑膽起來 要怎麼記 等一下我給你們答案 現在沒有選想法 我現在不是一分鐘 我現在講到那個時候 我會放影片讓大家看 螺旋式的思考 這樣放大 你是這樣放大還是這樣刺下去 對不對 你是小我的觀點還是大我的觀點 你會把這個東西看得這麼嚴重 就表示你把事情看到非常的 把它壓縮到最小嘛 看到最不好的負相 你又是願意向螺旋式思考 你把它放大 你就把它擴大 各種問題產生的因素什麼 你就不會那麼介意 你在思考點那樣的模糊跟痛苦 就是你要做螺旋性的思考 還有放射性的思考 一般天下式的思考 就是我數學跟你這樣 你就這樣去做 他不讓你說這數學怎麼應用 你就壓制你的想法 如果你就跟他說 我現在跟他說線性函數 我扣這個題目給你 你會照我的線性去幫我解這個答 你是在我的框框裡面去解這個答 你考試考我 你也是考那個問題裡面的那個幾個考題 但是你卻壓抑了我 有創造 放大更多的一個學習的取向 對不對 大部分天下式就是這樣 你現在要我說我數學好不好 我歷史怎麼樣 我告訴你 你要我講 我現在可以用 我等一下跟你講的新制度幫你構思 但是你要用我那個方法來教我 我現在已經不願意 你用這種天下式來教我 你要用那個考慮來 決定說我這個分數 決定說我對這個 會吸收的程度 那是不相等的 那要創意的想法 你不能夠拘泥 不要把它拘泥到說 你只是對一個學問的探討而已 你要把這個學問放大 然後可以運用 在他生活 在他的未來 有沒有更大的空間可以發展 對不對 放射性的思考 我們這個新制度就是像一個 在比喻我們的大腦 到左右電腦 左邊右邊的電腦 大家都知道嘛 應該是人腦不是電腦 他神經傳導 他神經傳導裡面的 那個質感是什麼 把它構思成這個新制度 這個等一下我會解釋 讓大家知道 這個神經傳導就是環環相扣 你要不要再去傳導下一個 就是決定你要不要B 我剛剛說那個B電位 不然你就是自己空空蕩蕩 一個傳導一個突出而已 神經而已 你不願意再往這邊放大 傳導 後來大家看這左邊的圖 左邊的圖就是說 你A分到B 然後再放那支幹 這都動掉的 但是左邊這個我剛剛說了嘛 它這個無限的這個支幹 那無限的讓你去想像 然後想像整理歸納 你就對這個學問 對這個你要準備的提案也好 你就有一個方向 他這是要說大目標 我跟大家大目標 這在另外一本書上面寫的 就是你這個主要的中心思想 要說電話媽 不好意思 你現在手機要關那個震動的 主要它這個是中心的一個議題 再來它有十個關鍵 關鍵內邊 又分出去一些資賣 有相關的分支出來 我告訴你 中心主題是什麼 這個都是資賣 這個過去就是這個主幹出來 主幹出來就資賣 資幹嘛 資幹出來你還可以再分 再分然後再過哪 我說這好像沒有舉例子 你們不會太不會動嘛對不對 我告訴你 在講這個之前 這也告訴大家 這就是中心議題的時候 我要去旅行嘛 要去旅行 主幹就是要怎麼準備 所以我也要保險 我去外交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也要去保險公司 說我要保險嘛 你的行程嘛 你要去租嘛 時間在租 旅行分出去 這就是 我自己剛才說的嘛 資幹對不對 分支出去嘛 你要 我們來講這個行程 我行程裡面 我資賣分出去 我要三天兩夜 我要自由行 你就這樣一直想下去 拖下去 你有什麼循環 放射性的思考就出來了 這樣會放射性的思考 到這個姿脈嘛 這主幹 這姿脈 這要怎麼解釋 這個brain bone 就是主幹 這個中心議題要出來 這個主幹 譬如說我要去 要去八山對不對 要去土八山 要經濟誰 要怎樣 這個主要的主幹 你會想到什麼 我要去陽明山爬山 我會想到小火車 我看日出 我要看雲海 那邊應該有很多的 這個高砂族原住民 可能我會在那邊看到日月潭 這個brain flow 是說我延伸出來 我這主要的質幹 比如說我一些小火車 我延出來 延伸出來 我會看到小火車裡面 怎麼 我可能看到一些花草 什麼花草 還有我可能看到什麼 你在沿路你就一直會想像出來 小火車 給你的放射性的思考是什麼 我們用這個椅子 來做一個比例 比喻 椅子 你會想到什麼 肚子啊 肚子啊 肚子你會想說肚子是用來吃飯的 肚子 我到那裡等著吃飯吃飯 你就一直 吃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我用什麼 那些叉子吃東西 你就放生出來 這個叫brain flow brain flow 這樣大家有一個了解 這個新字圖是這樣 這新字圖 新字圖要怎麼用 我也要求大家來演講 我也可以用新字圖 演講 我怎麼演講 演講有幾種嘛 有演算跟口齊 跟我論文要口齊 也是要演講 我開的 我也要用這種新字圖書 用開的 還是說我要做筆記 也可以用新字圖 來運用 對不對 這就是說 他在看一個秀率 或是說 我們在讀數學或是歷史 我們在看一本書 你的重點 你的重點就是你的主幹出來 這是主幹嘛 想像目的 這就是這個主題 你就想到這個主幹 再來吃幹你就出去了 你在想像這個空間 你想像到什麼 這個質幹裡面又分類什麼 你就把這個很有系統化的 做新字圖把它繪製出來 你這個就好應付了 你要應付考試 這個新字圖很好運用 我現在讀了一段歷史 比如你讀到那個台灣的歷史 在台灣歷史當中 你怎麼去把台灣主要的 重要的事件裡面 歷史重要事件你把它挑出來 那事件發生的時間 我剛剛說嘛 你也有時間地點 還有人物 人物你再把它拖出去 有誰代表的人物 然後他發生了什麼事件 再把它歸納這是什麼 這是放射性的思考 一直把你拖下去 主幹你要重心主題 再來主幹 再來質幹 質幹都延伸出去 這只是放射性思考 怎麼用這個新字圖 也可以用在社團 成立一個社團 你活動人員 總務人員 這些人 人員 他要負責什麼 這也可以用來運用 再來企業也是啊 企業的中心主題 就是說我現在 某某管理部門 要怎麼管理 你要有績效追蹤 還有價格是誰 再來你事務的流程 跟專案的活動啊 為這個又把他拖出去 目標 你又寫得很清楚 你知道要怎麼管理 你會寫出來 這是我啦 我前幾年百度聽了 百度在討論 因為他這是一個 新制圖的軟體 他有一個民憲的主幹 但是因為他這個 他沒有像我剛才說的 這種 這個資脈很清楚 我想大家可以用這個方式 跟大家說 這有一個軟體 可以幫你設計 這主要 你這個主幹下來嘛 譬如說我要檢查 這是我的主幹對不對 我什麼症狀 我生活做是怎樣 你這樣就要用同一個色彩 你才知道這是主幹的東西 分出去 就知脈嘛 他又同樣的顏色區分出來 有人又把它畫圖嘛 還有更有趣的嘛 剛剛有看到一些圖嗎 就把它畫成圖 這樣是不是加強你的記憶 你在整理東西的時候 或是你在管理別人的 管理的時候 你剛剛去接一個工作對不對 你對這邊的人都不了解 你就把它畫出來 我要開始從那個部門了解 那個人幾個人 那這個人負責什麼 你是不是要接一個工作很好接 因為你們來這邊受訓 以後就過五關 出去班 高級班 然後就是法理點招 職務點招 過來就是過五關嘛 要來訓練 過五關 你申請到一個工作了 那你該工作的地方 你要怎麼管理那些人事 你也可以把它繪製 用新竹子把它繪製出來 請問你的是不是比較好接 你那些人是不是比較好接 你負責什麼部門 你用這個來運用 有這麼好用的嗎 我這樣說到吃 大家應該有一個概念 剛才那是新字圖 還有類似這種圖表的 語句圖也是一種 語句圖就是一個問題的原因 跟原因是什麼 跟混作它的次原因是什麼 這個有說 這個因為這個原因 導致這個結果去分析 也有因為這個結果 去追溯原因是什麼 語句圖 反語句圖 這就是一個 人外國經理出來 這個Problem 什麼問題 還是人的問題 還是流程的問題 還是環境 還是管理 還是你用的材料的問題 把你寫出來 看你要怎麼去經理出來 這個語句圖是說這麼方法的 讓你大腦有這種疏忽 主要原因 吃藥的原因 要去解決那個問題在哪裡 我先來說我這個 用藥安全的管理 我來說 我怎麼看這個有錯誤率 調劑錯誤 怎麼說 它的主幹嘛 趕快用新字圖來解釋 它的主幹就是這個 它的原因嘛 你把它寫出來是說 核對的機制是沒問題的 還是電腦 這邊設計的系統 哪邊出問題了 藥帶上那個藥名很相像 所以我常常拿錯藥 那個人員是不是新來的人 應該不應變 環境不熟 還是說我調配 東西是不是 在桌上太亂 如果我說要放的藥 應該A藥放在A個位置 不小心A藥丟到B的位置 你這把原因都把它切出來 這樣來評估 咦 你就做好的改變 改善是不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還有人家 這個味道 這是屏東縣 以前屏東縣環保局 他也是用類似魚骨圖 叫來邊什麼 烏鹽 他就說烏鹽 還用色彩 把它做分類 動點 像烏鹽的地方是土 你這樣把它區分出來 如果他要整治 就比較好整治 這個地方對不對 簡單的一個魚骨圖 就會幫你整理你的條理出來 你以後要運用在你管理的一個人員 或是管理的事件 真的是很好用 這是一個記憶術 一樣嘛 就是主幹 主幹裡面有分支 還有樹葉有分支 你去找原因出來 他這個就是 這是我在電 也是在忙碌擷取的 就要我只能諮商方面的理論 有自賣出來 原因是什麼 要再把它做一個分類 怎麼處理的方法 以一些邏輯 以一些思考出來 就用記憶術 你看 記憶術裡面 羹也有 一樣嘛 他這個主幹 他很有創意喔 他還用到羹耶 他不是只有樹葉而已 用這種分析的方法 這個是一個 一個 在日本的他們一個電視劇 叫東大特訓班 他要在 好像是七個學生還是六個學生 在短期特訓 然後考上東大 那這個老師 他就用了這個記憶術 滿有趣的喔 幫我把他點一下 我公佈剛剛那個答案 看一下影子 可是有一個老師啊 上台 把剛剛八個字詞寫在黑板上 問他們說 第七個是什麼 你能夠很明顯講出來嗎 我說你這厲害 那一條 他說方法的你知道啊 痛野俗後跟連結 你去記條 一是代表什麼 二是代表什麼 然後七是什麼 那一條 我就想要進去游泳 然後 先進去 那一條 他就進去 用這種方法記啊 啊 還好 很粗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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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喔 要記問題 不能用十倍 啊 要連結 這個就很好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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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共 要分類 還有顏色區別 還有畫圖 現在用法國大革命 來做一個主題 主題演奏出去了 我現在這麼追到 放射心思考 你就知道法國大革命發生什麼事了 你不用死輩子對不對 左右拿 發揮的左右拿的功 那...那... 大家現在有概念嗎 你不是實際的 你一個心製圖也好 魚骨圖也好 記憶術也好 這是你的中心主題放上去 你再用主幹 它主要的關鍵 然後再... 還有它的枝幹是什麼 枝幹裡面還有細的東西 再去分類 然後再把它作過 大家有想到這個沒有 這個網路我們會PO上網 你網路還是可以去看 現在我要來講提案 好 我有心製圖了 我會把它放射心思考出來了 好 我做一個學問 這麼樣有頭有尾 然後我又把它記起來 又把它運用到我的工作領域 然後我現在要把它執行 要把它具體化執行出來 來...我們先來看這個 你收集了很多idea 像我們煮菜 那個食材 我現在要來去買某某菜 我要來買去胡蘿蔔 我要來買那個芥仔菜 我要來買空心菜 我要來買魚 我要買肉 還要爆香 好 炒炒炒 炒炒就表示說我現在 調理開始要割圍了 割圍了 我是煮了一個菜肴 結果我覺得 哎呀 慘了 太鹹了 啊 想怎麼樣怎麼樣 你是不是又回去 大家又來看看 不斷的這樣去 附送去練習 然後還有 當然啦 我們要有一個挺 一個團體 你拿出這個方法 你idea形成一個方案 大家要來檢視嘛 開花來割圍嘛 開花當中 你就是像我這樣 泡泡影 說給大家聽嘛 對不對 你有一個概念 哪有那個當中 有一個概念出來 概念你就要具體化 具體化要怎麼做呢 你就是有一個 你分析嘛 還有一個 你也要看他這個問題在哪裡 不能說我計畫 我最好我最對 結果你一廂情願 或是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很獨裁 很獨大的人 你就要怎麼做 但是這個問題 這個提案 這個方案 就有問題 你就是要說服大家 你這個地方 你的問題在怎麼解決 比如說你要去研究 我要怎麼研究 你說給別人聽 簡報出來 簡報就是 我保護心理真的很 我的內容 跟我的主要具體化 把它呈現出來 讓大家知道 專注於我現在要講的東西 這就是我研究的 你如果說三線的問題呢 當下的問題 我要怎麼解決 這也是要有一個計畫 把它整理出來 不是說你問題就把它放著 我們來舉一個 我常舉的例子 就是我們那個 忠孝西路沒有 忠孝西路 有那個 公車專用道對不對 早期大家說 公車專用道很好 可以改善台北的交通 你看 交通有改善嗎 你多一個 一個公車專用道 閒置那邊也沒有用 電動作成那邊帶塞車 你公用 這個公車專用道 有對不對 這個專案有對不對 那個納稅人的錢 既然要把它吐掉 也是要讓納稅人的錢 當時一順專案 旁出來一順 大家有去評估好嗎 柯文哲柯P先生 他說 要把這些都說到 連那個什麼高架橋 起來沒有 要為那個三重 跟新莊的方向 那個高架橋 這個嘛 說要把它卡起來 應該 有一段連接的那個 不是要卡在旁邊 而是卡起來 要為另外一邊 那個 中華路北段 南段那邊 要把它卡起來 他說 這就妨礙到那個北門 那個 就是古蹟嘛 他說要把它卡起來 問題是你卡起來之後 你卡起來 這個交通你要怎麼去佈置 你不要說卡起來又亂七八糟 你要你要 你有一個很好的idea對不對 你要把它卡起來 你要重新佈局對不對 但是你 後面嘛 你有想到問題是在哪裡 你還有一套問題形成 怎麼去克服的問題 不是說我 我有一個idea 我就可以 就是天馬行空 天馬行空你沒有把它具體化 具體化有問題 你又不知道還是解決那個問題 那問題以後 雖然我做了 我有idea 我做出來了 可是他沒有工人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沒有工人啊 問題又更大了啊 那這算什麼 這種idea 就是 他沒說 就是勞民傷財 做做工程 可能就是貪貪污啊 誰誰誰拿到錢了 做個樣子出來 可是他沒有工人啊 所以我們人家說什麼 政策的錯誤大於貪污 但是我感覺 貪污跟政策的錯誤 都是很可怕很嚴重的 不是誰大誰小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嗎 政策錯誤跟貪污 那都是這麼大條的事情 不是說貪污也不行啊 政策錯誤也不行啊 你怎麼不要讓政策錯誤 你就是要有智囊團 那有大家來去檢驗 很嚴格的做檢驗 之後你這個可行性可不可以 這個專案提出也有一個 一個step 這個主幹出來了 企劃 企劃的對象 你要專案的對象是誰 你碰一個企劃 我要改善台北市 台北車站的交通 或者針對的就是這些上班族 或者交通 要怎麼流暢嘛 你企劃要怎麼開始做 我沒有標定點在做 這個內容精力出來 你要做尊比我簡報 我要實行 這個方法嘛 這個是方法藝術 這是內容 這個是你訂定的目標是什麼 你對象是什麼 這就是你專案要顧慮到的是 用心制圖來畫出來就是這個 這個員工提案制度 也可以內建在 以後你要該單位 你也可以內建 好 那我們的事務官 或是說我們基層人員 可以提供他們想法 我們政務官怎麼 因為是你那個事務官提出來 你要怎麼去可能採納 或是把它做一個真的 不行的話 我們當然說是退掉 那用這個來做獎勵的方式 這個也很好 那大家都是到了 我們是兩點半 又是要休息大家就自己自動去休息 因為我東西蠻多的 我把它講完 要休息自己去休息 現在是2點25分 這是我 對我們基層尤共 我們基層尤共 以前以前 我就吃放東西放 雖然說它有排好 這個是抗生素的抗生素 和一般的針劑都混在一起 我就是想說 也是為了評鑑 我就是要規劃 這個警訊的藥要放在哪裡 這個刺激管制藥 糖尿病的藥要放在哪邊 一二級藥物要放在哪邊 就把它規劃清楚 我一樣 規劃形成方案 再來檢視說我這樣做對不對 要怎麼做 政策出來了 一項一項怎麼去做 執行 執行再來follow up 要追蹤 還規範說 你們要維持這樣的一個 不是說你方案形成了 現在又旅行了 但是你沒有去維護它 沒有規範 以後也是亂掉了 蕭龜要潮水嘛 我規定的我弄好的 你後面的人就要跟著去 把它維護好 不然你這個方案提出來也沒用啊 不是亂掉了 抗生素把你分成抗生素區域 一般針劑分成一般區域 你糖尿病就分成糖尿病的用藥 你現在糖尿病的用藥 你要把黑白放其他的藥 人家計位好的 你後面的人不去尊順 也不可以了 對吧 這是提供給大家 還有參考 現在我要說這個媒體的把戲 大家知道嘛 我們這個社會 都是在中國民體的控制 這是一個網路 很趣的 大家傳給我 可能在座有人看到 我想要來做一個譬如 你如果要說 大家再來說 我先來讓自己做一個測驗 他要叫你看牌 來 這裡有六個牌 大家尊重看牌 前後你跟他說你要愛什麼牌 你放在你的心裡 不要跟別人說 也不用跟他說 我絕對把你心裡中 你要想的那個牌 把你拿掉 來 他叫你再仔細看他那個牌 每個人都要看都要選一個喔 來 五四三二一 算好啊 請問你的牌有照嗎 有嗎 沒有 來你再選你就給我選 你的牌當中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選一個牌 我知道在座有人知道 答案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你的牌沒有被我拿走才怪 對啊 拿掉啦 每個人一定會被拿掉 為什麼 有人可以告訴我原因 答對了 來大家看 你原先的牌都不一樣嗎 好 這個學員你有你的想法 表示什麼 我們媒體在跟我們玩花樣 媒體就在玩花樣 拿個四四而非的 大家來看看 這個要是你有會跟嗎 我這樣講你就知道 他是不是跟你玩花樣 牌有四個選擇的牌子 四個mark 媒體的花樣更多了 所以他們就玩弄這種媒體 我把它做這樣的解釋 你的頭 你的腦筋有顆粒嗎 你有乾淨嗎 你的想法有沒有很清楚 你是不是一個明理的人 你可以判斷是非 你可以嗎 你可以嗎 你可以喔 如果訓練你可以 媒體要跟你說什麼 他只是在耍花樣 這個就是很好的比例 比喻啦 對不對 我跟這位學員一樣 你們先前沒有看到的才算 看到了你說那就破功了對不對 先前讓我看到我就知道 那就花樣不對了 就表示說 你基本上你有這個概念 你有這個想法 你不會隨他催眠 就能夠把你的牌騙不見 根本不是催眠對不對 他用了一個花樣嘛 要給你騙 這樣我點到這個 這個點到了 你們就會有領悟到 對不對 我是說啦 這個這種矛盾喔 我們動作娛樂 對啦 開心看就算了對不對 但是這個 娛樂這個人 要把你用詐數 把你欺騙 你還沒那麼分辨喔 還不是一群變蛋對不對 我重點是什麼 人在跟你騙 你要騙嗎 人要把你騙嗎 人要把你洗腦 你要把你洗腦嗎 人要把你洗腦嗎 人要用這種中國的書像 他天鴨寺耶 要把你教 你賠嗎 你賠就不 你來台灣民政務 請問你拿出來的方案出來嗎 你賠嘛 你拒絕嘛 那很好啊 我剛剛跟大家說 心智圖 魚骨圖 記憶術 好 你有想法了 你要具體呈現你的方案出來 方案出來又有問題 要去檢討 也不是說 勞民傷財的一些方案喔 所以他們要管理別人 要把台灣代料之一 另外更加好的未來 你要換用心 你知道嗎 我不是要擔頭囉 你不是都在想說 你有心情嗎 你有想說有什麼好的方案嗎 你要改善你的人心 你的想法嗎 我不是在擔頭囉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我擔頭囉 你不跟一般人一樣 你要賺這個 譬如說你要做一個生意 要賺錢 你把這個錢 你把這個動作是收財人 那錢也是死的嘛 你把這個錢拿去導注你自己 導注你會怕你死死 讓他們更好的人心 或是說你更好的創作 未來 那錢是我的 對不對 那你大家都要怪錢不對 那是怪你的人的頭腦不對 你的收貨不對 這就是給大家去訴訟一下 大家明天嘛 你給他看嘛 這medio就是騙的嘛 他這邊是這樣嘛 就耍花樣嘛 上台殺人 真相在哪裡 明天給你報說 畢舊舊親 為什麼他要這樣報 就是他上面還有一個人跟你操縱 對不對 你要用操縱 你要知道事實真相嗎 大家回去去拿個筆記 今天某某 電台在報導某項 事件 你給他筆記 第一項有懷疑的是什麼 寫起來 第二項有懷疑寫起來 用心智土法寫起來更好 你就去判斷了嘛 他這個是比較差別的卡通 我有比較簡潔 他說要求上帝去改造台灣的媒體 但是問題是 那個現在台灣 現在的台灣的上帝就是媒體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他要求的對象不對 因為台灣整個架構 就在中國的媒體上面 你怎麼去求上帝改變 你就要把這個東西挖走 這個怪胎挖走了 你根本也不用去祈禱上帝了 你就台灣民政府 你過來大家來改革 你要求的 本來就大恐龍 你還去要求他 台灣的上帝就已經 這是媒體控制的嘛 中華民國體制控制 你要求什麼改變 我這樣做解釋嘛 台灣的八卦是 爆的是什麼 這個爆中國 就爆他是什麼 他多好多好啊 什麼武力多強多強 然後爆美國的八卦是什麼嘛 爆台灣的什麼政治 什麼藍綠對抗嘛 真正的民生議題也都 都沒有真的很注重 都沒有真的很注重 要不然就爆那些自殺幹嘛 淹水的幹嘛 那些社會負面的一面嘛 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這個圖 這個就是311 大家知道嗎 那個311大海嘯 日本嘛 大家去看看 在第一時間喔 阿美麗卡 144的人 來日本 就是 搜救 這個就是 Rosa 就是那個 俄羅斯 他派最多人 155的人 人來韓國 我跟你說 這是第一時間 韓國後還是有派人來 他沒有說沒有人 然後台灣有28個人 欸 每個國家都有國旗咧 台灣怎麼沒有國旗 然後有醋鼻的網友 就把他夾一個什麼 叫彎娘什麼 他說他有什麼歷史背景 他說代表那個 國家的 他的風情民俗 他就弄個個彎娘 這是二次大戰一個什麼 一個故事的人物啦 就是一個卡通人物啦 這個我們不去談他 我們談的是 台灣沒有國旗耶 那為什麼沒有加個中華民國 大家都在討論耶 這個是日本的媒體 他們知不知道台灣民政府 他們知不知道台灣國際地位 我告訴你 他們絕對知道 他們知道 就不放中華民國的國旗了 因為他們知道 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嘛 要不然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媒體喔 他要把真相報導出來啦 我個人認為 人家日本的媒體 他的程度還是比台灣高很多 我只要讓一個事件當中 讓你去了解 媒體他對社會 對國際他們的責任跟義務是什麼 不是說我親菜薄薄 那個程度比較差的 這個放送的人員 還是說採訪的人員 親菜的學員 在學北薄嘛 那我們現在再來講說 中國人 了解中國人 因為我們在中國的體責裡面 已經生活要70年了 不好意思喔 因為現在是2點35分 都是要休息的人 就先去休息 我現在的問題比較多啦 我就這樣看過來了 現在了解中國人 是因為 人在中國的體責裡面 幾乎有70年 人要怎麼脱出 我們就是要去了解中國人 這 有時 有時刻 跟 時辣子 有時刻跟時辣子 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今年三個高級班 這個 小明目善行 他喔 講到這個故事 他日本傳統的一個故事 這個叫做天造大神 天造大神是誰人 就是他創造的神 來賓 他三個貴子 他叫做天造大神 天神就是 他叫做漢文 什麼伊莊洛尊 裡面當中有一個貴子 叫做天造大神 他管理日本某某的地方 這個大國主是 他建國之神 他就管理日本 另外某某的地方 一天他就過來 他就問他 我 就是用有時刻去管我的國家 你 你 你是用有時刻去管你的地方 我是用希臘子 天造大神說我用希臘子 你是用有時刻去 希臘子跟有時刻去什麼不一樣 這希臘子就是說 我給你交流你的人民 天造大神說他用希臘子 他說他是用希臘子 一 我教育我的人民 我讓他有知的權利 我教他什麼事理 我教他什麼創造好了 讓他有懂的事物嘛 那明白道理對不對 這個有時刻是誰 這意思大家問一下就知道 我佩戴的東西嘛 你是我的東西 你是我的附屬物嘛 你是我的附屬物 我想要給你怎麼樣 是不是看我高興 這個希臘子 希臘子就是說 我這個天神 對不對 還是說 他剛才說是天造大神嘛 我們現在是說天皇 我再來說天造大神 這個天造大神 他是天皇 就是現在日本天皇 也十足 他的後代子孫就是神武天皇 日本的天皇第一位就是神武天皇 這是他的祖先 天皇他委任政務官 我政務官 我也是教導你們怎麼去管理 怎麼去了解民情 我同樣用愛護的方式 然後把你 就是栽培你 也是希望你同樣的方法 去教導人民 把人民也當做一個可以愛護的對象 我也要管你 我也要讓你知的權利 好不好 明白是你 我不會蒙蔽你 我也不會玩弄你 也沒什麼媒體 要把你心腦 我完全讓你有知的權利 教育你 這就是現在日本天皇 他教育他的政務官跟人民的方法 你如果中國 他就是那個 你穿哪能翻譯成知那 他就是用有時客 有時客就是 你是我的私有物 你是我的問題 你對你的問題會愛惜嗎 他在中國傳統的思想裡面 對他的問題不會愛惜 我要怎麼把你 要把你流下去 要把你打 要把你站 我開心 所以你看他們中國的歷史當中 都是一個影響出來 他做皇帝之後 我覺得做皇帝很爽的 很好的 不好意思說 應該說我做皇帝 我就是要這樣幫你 你就是幫我統領 你就是幫我統席 我開心要跟你怎麼樣 可能他們剛開始有幾個盛事 後來就變暖了 他覺得嘗到這個君王體制 這種無窮的威權 我要愛什麼就是什麼 金民財 米露什麼都有 我搜刮明子明膏 我種稅給你 底下的人民氣啊 不滿啊 對不對 又很群起那個什麼 蕭雄啊 英雄 好好啦 都起來好了 又把這個王朝演到哪裡 演到哪裡 他們做皇帝之後 結果也是這樣 吞打他們自己的人民 一代都這樣 我們來看 這個道 就是一個國家 他們一個國家演變 演變嘛 這神聖龍馬畢國 你看他之前他統一了 然後他又被分解了 他們都是這樣的 我現在做一個皇帝之後 我就把你一個人民 當作附屬物 我的東西 我要掌握的東西 我高興對你們怎麼樣就怎樣 然後你被打敗了 新的一個國家起來 一樣用同樣的方法嘛 但是你看日本這個喔 紅色的這個喔 他們一系萬代 天皇的制度 永遠沒有被推翻掉 為什麼 有人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我剛剛說了嘛 他們是怎樣去教導人民的嗎 他們把人民當作自己 身上的一塊肉 人民怎麼會把它推翻掉呢 你看日本天皇的體制 現在已經到了一百多代了 他們有兩千 兩千三百多的歷史 他們都是這樣啊 他們雖然歷史也有打打殺殺的 可是他們未曾把這個軍王推翻掉 原因是什麼 所以我重點要講什麼 就是當你要去接任一個工作 你除了有創意的想法 你有提案的制度 你管理的方法是什麼 你要怎麼去管理你底下的人 這個喔 我也是頭很大耶 因為他70年被中國的意思洗腦 他管理的方法就是中國那種 那個方面的 可能你自己本身也受影響 你要怎麼管理 我在慢慢跟大家講 我的想法啦 慢慢從了解中國人開始 你去找一個出路 怎麼去管理會比較好 我也是在想這個啦 因為我也是素人啊 大家都是素人啊 我們先來講中國啦 要來講中國跟西方 這個我都打問號啦 那西方的邏輯是打金湯號跟問號 你有沒有西方的邏輯 你中國的智慧在哪邊 的確他們也出過幾個思想家啦 什麼孔子孟子什麼 什麼好 可是他們那一套教化他們人民 可是他們君王自己沒這麼做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要讓知道這個學說 你君王你沒去實行 還是說你這個只是統治的一種手段而已嘛 你叫人家去念 叫去讀 散播這些知識 但是你沒這樣做啊 不是孟子說什麼君為清什麼 後來說名為貴 有在做到嗎 有嗎 如果有做到他就被推翻掉了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這些學說 只是放在那邊 沒有實現啊 這有什麼意義 所以要融入一些西方的東西 他們為什麼會比中國還進步 原因在什麼 這個博養啦 大家知道博養什麼人嗎 他們自己說他們自己的喔 他們的文化廟 他們那個國家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喔 他自己說的喔 他是一個降綱文化 官僚主義 他說他六國性病毒都感染嘛 他說 欸 六國性病毒感染 我不是八到九是不是 是百度不清 意思是說 別人的東西未來 他這麼難吸收的意思啦 他形容說他文化是一個病毒 我覺得他們中國人也是蠻可憐的 我現在要說的是說 你在這個匠缸文化 一個中國匠缸文化裡面 你有給這個匠缸文化 有黏到嗎 你一個一個自己來檢討你自己 我一直想說 這個所謂的台灣的達人 大家知道嗎 某某達人啊 什麼 什麼省錢達人啊 什麼胖達人啊 什麼 我是什麼 什麼高手啊什麼 其實我覺得他這都是貪小便宜 都是一些扭曲的這個作為啦 沒有腳踏實地的 你先去檢討你自己 這個畫家喔 雖然我沒有看到這個畫家裡面 他的思想是什麼 但是我看清楚這個思想 就你眼裡看到的 呈現出來的 就是你自己 你知道嗎 你說人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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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就在說自己怎麼怎麼 因為你大家知道 你要指別人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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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四肢手指頭是在指自己 你指著別人罵 其實就代表是你自己 所以當你要罵人的時候 你先檢討一下自己會不會這樣 我一直很想舉一個例子 其實說等紅綠燈 你看到紅綠燈喔 多少人可以等紅綠燈 你大概個性大概了解 誰 能夠在三晉半夜還願意等紅燈的 全世界大概只有德國人會 人家的教養 人家國家民族性 教導他們人民應該要守護法 因為他就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既然法律定定下來你就要去遵守 即使四下無人沒有車子 你也要遵守 雖然說現在有一種按鈕啦 沒有人你可以把它刺下去 電燈換了 那個紅綠燈換了你可以走 OK 但是在沒有這種按鈕之下 你要怎麼辦 你還是要照人家的制度啊 不然這個虛設要做什麼 這就是看出你有沒有法治概念 你的修養跟你的教育程度 光明倫理在哪裡 我覺得你看紅綠燈你看 多少人會遵守紅綠燈 大概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啦 我也是啊我要趕時間上班啊 怎麼辦啊這紅綠燈 雖然看起來好像只有五公尺 有的那個紅綠燈很近啊 像捷律站 怎麼辦 哇下一秒鐘是紅燈了 哇你要不要闖 你說那種這種煎熬耶 哇 差一秒 就是我要跟大家說齁 你要去怎麼去檢視你內在啦 人家定定這個 你假如說這個規則不好 那你提供政府什麼規則最好 但還沒有提出來當中 你就要去遵守這個規則 這是我一直內心要深志前逃耶 我當下就欸你們一腳 喔好急 有誰在逼迫你 那你會不會做出不好的決定 你知道要懂我的意思吧 當你要去教訓別人 你自己是不是該被教訓 還是你自己沒有這個缺點 隨便大小便 我兩個三個禮拜前 我還指著那個阿伯 說你怎麼可以隨便大小便 你走在路上 你會不會跟阿伯說 你不要隨便大小便 你有沒有這個道德勇氣 就我剛剛說的嘛 你有沒有勇氣改變自己嘛 我跟阿伯說你要找便宋喔 你阿伯說我找沒便宋 我說有喔 在地下是這個台北車站 哪有可能沒有廁所 要點點啊 我就在研判說他可能失智 或是有可能他是喝酒 還是神經有問題啦 因為一般喔 在台北這個環滑的地方啦 台北車站就人群 有那麼多跟趕在 人家轉過來 就是就是在台北車站 那個忠孝西路了 他居然在忠孝西路 他居然在忠孝西路轉個彎 就沒有幾步路裡面在那邊 轉流 我反而就看到了 可是我有道德勇氣告訴他 因為你這樣子 你會有進步的空間 可是你可能會被打啦被罵啦 那你自己還衡量 因為台灣這個社會喔 一變得是是而非啊 不管 我不想管事 都沒事 但是你不管 那你看啊 弱勢團體就在那邊 沒有人伸出援手嘛 這個社會道德勇氣就不去了 敢照顧自己而已 真正自己需要幫忙 大家又不願意幫忙 這不太悲哀 所以他就檢視著喔 你無時無刻去想到這個圖 你就不會去輕易罵人 當你輕 你要講出來 你去看看這個 你有沒有本事講對方 這個圖就會在我腦海裡 一直放鬆 就等於檢討你自己 大家都知道中國思想嘛 其實喔 雖然說他們一個是 國民黨一個是共產黨 其實他們是本質都一樣啦 都是 就是以黨治國嘛 就專政嘛 其實 阿不都一樣 他們是兄弟啊 美國人會比較喜歡國民黨 是因為 當時二次大戰是同盟國嘛 他可以反共啊 現在他不反共啦 幹嘛還要國民黨 國民黨他們兩個好兄弟要莫作會 去摸啊 去平壇去摸啊 對嗎 還我們台灣來啦 我個人認為 大家了解這個歷史 不要在那種他們中國的思想裡面 在想他們共同造假的歷史 在那邊覺得隱隱無無無 還可以講得跟真一樣 這個歷史都是變造來的 因為他們要有效統治人民 他們就要編造一個歷史 我現在來講那個喔 剛剛講的這個蠻有趣的喔 這個中國的朝代有一個元朝對不對 你知道元朝的 他們說元朝啦 你知道他們的陳吉思汗嗎 大蒙古帝國嘛 那時候他把中國滅了 殺了中國人幾乎快要絕種了 是後來有一派說 你要留下幾個中國人 幫你做一些什麼 你哭哭的事情 他們以中國人治中國人嘛 他幾乎要把中國人給滅種了 他們也統治了整個歐洲 中國人把他們認為是一個朝代 蒙古人看不起他們 蒙古國現在 我們陳吉思汗是怎麼偉大的領導者 把你們中國滅掉了 你們覺得還把你滅掉又把你殺了 你們一堆中國人你覺得還歌頌他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譬如說啦 我說到坦白了 跟你們老婆 老婆 你們做生來抬死了 你說啊你是我偉大的 偉大的統治者 你懂我的意思嗎 人家國際的角度是怎麼看呢 你是從蒙古帝國分出來 不是人家是你朝代耶 你懂我意思嗎 以世界的角度來看 若是說你要用這種定義來看 那歐洲幾個國家都可以把原朝 他們所謂他們定義的原朝 把蒙古帝國當作他們朝代對不對 這是多麼奇齒大鱸 他們不敢面對人家外祖 把他們滅掉這個事實嗎 他就說啊就我們的朝代 你是我們的 人家就說你們中國也是有去思考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說中國的智慧 網路就是有一個什麼票選啊 什麼就網路可以監督啊 他們說網路監督就好啊 反正有在管啊 我管覺得有啊 政府有在做事啊 可是西方說怎麼可以這樣而已 你當然要設一個法治單位啊 你要有一個效率啊 你要不能夠文宣用這種網路 認為你已經有在做事了嘛 什麼網路監督 你一樣是人質嘛 你一定要設施一個單位 法治單位來管 來監督政府嘛 你怎麼都是靠網路的什麼 他們想法就想法 有啊不錯啊 網路這個idea不錯 就這樣做好了 再來他說這個啦 這也是一個那個 他的題目啦 他說美國題啦 東印度公司就是英國人發明 他們的公司嘛 他把題目給美國人 美國的題目比那個荷蘭題更好更燙 請問一下 若是你是 你是那個人 你要買美國茶還是買荷蘭茶 他們中國人沒有考慮一個點 因為東印度公司 他是什麼公司 他們是大英帝國的公司嘛 他們的邏輯師 大英帝國都在保銷他們中國嘛 你還給大英 東印度公司 不然這個 雖然說 我們現在不論 就是哪一個國家出產 你就想跟這種邏輯 我幫敵國賺錢嘛 因為你買茶一定會繳稅嘛 幫敵國賺錢 然後敵國再來壓制我嘛 你有這個邏輯嗎 我寧願買貴的茶 我也不要我把這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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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們的公司賺到多錢嘛 大家知道嗎 這就是一個道德觀跟民族的 那個 有沒有相信你 那種心來看嘛 你不能說 眼前對我有利 我買 賺的茶 對不對 我還買出去 我賺的利潤 但是你沒想說你背後的老闆是誰 你幫背後的老闆賺錢 像我們台灣人也是一樣 你背後就是中資嘛 你現在只是要你自己目前的利益嘛 咦 一樣是台灣製的 日本製的 美國製的 貴了 你要買什麼 我買中國製的就好了啊 我小小的 我會一趟錢 但是你有想說中國製背後 人家說背後的老闆 你背後的老闆是中資的話 你幫他們賺進多少外匯 他再來打擊我們台灣 你台灣人在想什麼 很多台灣人是這樣的人啊 有沒有 你是不是 你是 中國人的訴訟嘛 我有勇 我有勇 我也不要去買中國的東西 因為背後是中資 我寧願買貴的東西 至少我不是敵國 將來要對我台灣不利的嘛 你這個想法你有嗎 我們再來說這個啦 他們中間很怕人民聚集啦 聚集就以為說他們要造反嘛 法輪功是最可憐的 人只是法輪大法 人不過是一個 在我們台灣的眼裡只是一個 一個什麼運動的一個團體而已 他們動作多嚴重耶 我還要造反啊 看他們國家多可怕 不群人民有集會自由耶 你看我們台灣有集會自由 以前都沒有 台灣也是白色恐怖喔 這樣喔 跟他們法輪功怎麼造成 關起來 不但關起來喔 還把他們的身體喔 就活摘 可能把腳把手 怎麼可能把你打麻藥 直接把你搖你的內臟出來 拿去賣 台灣也有做這種勾搭 要銷路啊 他有賣給其他國家 你當然也有賣給台灣人啊 你台灣人你有良心嗎 你在幫中國銷路耶 所以我們在中國人的這種 因應你底下在過我們人民 台灣人的生活耶 你多苦呢 我們都給你帶到 金鐘照照在你的大腦裡面 你沒有可以掙脫嗎 所以拜託大家 堅持你在台灣民政府的法理 然後你在你外面的親朋好友 就是你路過的 你跟他講一下台灣民政府 讓他們有一個 我剛剛說的那個B店位 至少不要讓他們說不知道 我剛剛坐計程車 那個計程車司機也講說 我跟他說 你知道台灣民政府嗎 我很怕說他是中國國民黨的 然後要跟他玩家 我慢慢知道他到底是 什麼樣的輸出的人 跟他講 因為你對那種很偏激的 那種中國思想的人 你放棄 但是你對於說 對不知道的人 然後還保持 你可以講的人 你才去講 但是我希望你去講 你能影響多少人 算多少人 因為他們很可憐 有些人還是不知道的 有人知道是當做不知道 有人根本不信 所以我希望你在你的位置上面 你除了鞏固你自己 目前我們要做的法理 還有你要把法理傳揚出去 你有這個責任喔 你有這個使命喔 他們中國人很可憐啊 這樣就把你活在你的人體 拿去背 然後台灣也被他影響 變成一個不道德的地方 那中國人啊 我是希望中國人民幸福啦 雖然說他們的國家是 流氓土匪的國家嘛 他們現在是有在進步了 那是因為他們改革開放 沒有西方歐美的力量 他們自己中國能進步嗎 就像毛澤東這樣這樣 這樣差跌跌跌跌跌 然後是怎麼去糟蹋他們人民 你如果不說 這個後來鄧小平改革開放 他們中國也不會有現在 可是他們沒有政治改革 永遠都是一個不定制的炸彈 你別想要相信他們 你這就是說 你這個不是以人治國的 或是居心不良 心宿不正的國家 你們中國人民要有幸福 真的很蠻困難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 我還是希望中國人民幸福 希望他們有一股力量啦 因為他們幸福 至少不會少到我們啦 不要我們被他影響 被一個流氓永遠這樣 準備把我們吃下去對不對 我也希望他幸福 有一個好的 一個未來有一個好的政體 我希望他們能夠學習西方文明 然後優良的教育體制 和一個人性的管理 人文鋼廠 他們這個國共內臺死了多少中國人 其實他們中國人真的滿可憐的 那早前我們被中華民國這個體制裡面的 白色狗木等等呢 我們死了很多人啦 現在好不容易有這樣的 我們台灣人能有自己要追求未來的 這個台灣民政府這條路 大家一定要怎麼講 不但要去研究法理 而且要團結 我們現在講一個中國思想 有這個詐騙啊 他們有一個各種的體系 來去騙人一個拉一個招攬 他們覺得錢很好用 然後到處去招募一些共同詐騙的人 那我要講的這個要發八分鐘 來看這個影片 這重點是在講說 不斷的這個貪念的惡魔 不斷的從你身上竄出來 請問一下 那你不知不覺陷到這個陷阱裡面 你怎麼能夠把它拖引出來 或是說你是不是自己是陷下去 我們這個段影片喔 我們現在把它放送 有八分鐘 我一字都不要 應該說流程都讓大家看到 我都不會去把它剪掉 讓大家去思索 你碰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能不能站得住腳 那魔鬼的化身是什麼 因為八分鐘很長啊 我本來就是 準備看了幾分鐘 但是我還是讓大家從頭到尾看完 那看完的目的齁 就是讓大家去判斷 那個貪婪是怎麼出來的 這個是一個英國 一個漫畫的天才 他把這個思維 一樣創意的東西 把它構成一個影片 讓一些小學生 他們兒童能夠認識單字 也要明辨是非的能力 你看他一看樓 桃花就是有什麼 大家把這個 桃花的毛剪下來 做一個平革嘛 欸貪婪就出來了 大家再慢慢看那個貪婪 你怎麼出來 好 開始 想要把這個桃花 畫白 欸 奇怪 怎麼有一個人 紅仔出來齁 這個紅仔齁 就是魔鬼的誘惑 開始出來 欸 他覺得很奇怪齁 怎麼有什麼一個黃蜂 或是一個貪婪過來齁 要用那個 變一個金 那個 那個 diamond出來齁 那個 轉舊還是什麼 什麼 黃金還是什麼 出來齁 還有什麼 這幾棟 墨水啊 什麼 什麼 叫大家 那個 那個 雷毛出來 那時候以前是在生理的 他在想說 喔 原來他在吃那個 火醬一直都是火神 是黃蜂的鬼 他在把這個 變燥嘛 變明天出來 雖然這是一個紅仔 雖然這是一個卡通 但是他要跟你說 欸 你的貪婪 是怎麼出來的啊 哇 這個好像是財神爺 好 要把你抓抓 好 他怎麼沒去的 他在怪這個貓 娘的錢不再吃下去了 好 你把他抬那時候 就要 走出來 都沒煩 他還要吃 他還要吃 他還要炒 說我要吃 我要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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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魔鬼 要來把你誘惑 啦 說我要愛這個 你要把他絆倒 好 好 好 他覺得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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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喔 好 他在農場 所有生物 太厭了 喔 你看喔 你為了金錢可以這麼殘忍喔 不要以為你不會喔 你有沒有檢驗你自己 金錢的誘惑 跟魔鬼喔 在那邊操作 跟裡面一個人的人性 這個魔鬼就一直變東西出來 變 雞蛋的東西出來 好開心喔 看這麼多錢喔 好 這麼賣了 沒客氣了 你看喔 因為那個魔鬼這麼偷藥 黃蜂跟蝸蝸蝸蝸蝸蝸蝸 黃蝸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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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蝸蝸蝸�蝸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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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 我可以安心來捧 我可以安心來捧 繼續吃 喔 我摘這麼多錢 我可以安心來捧 都蹲到打去啦 還要變一下那個什麼 號角出來 我已經... 我已經吃飽了 我刺起來了 我是他還要吃東西 好 他讚為己有嘛 把魔鬼關在自己家裡 魔鬼覺得我可以讓你拔掉的嗎 這樣很高興喔 他可以拔出來 也可以拔不下去 又拔不下去 因為什麼 魔鬼操作的一切 你認為你可以把他關住 你認為你做過的一些貪汙的事情 永遠都不會發現嗎 你不要拔給大家的東西齁 他去... 買果醬 他這麼不開心的 魔鬼不要... 不要說啦 說你要愛什麼 要愛果醬 因為魔鬼要吃果醬 它要 Mah 它要符合魔鬼的體格齁 啊但是... ma 魔鬼的 Web 這麼好 你控制他的開口 可以變成這麼好 變成很多假象 本來就是無的東西 本來就是假的東西 所以你擁有的這個財富 不是正當的方法進來 阿伯也是沒了 這虛晃的 你不覺得難科一夢嗎 就是因為你的貪婪 那下場就是這樣 他繼續在騙下一個人 下一個有貪念的人 大家思考一下 想一下喔 以後你去接一個工作喔 這種誘因跟貪念就會在你身上跑來跑去喔 好 我們結束 那這個是某個日報統計的 他說 其實他不應該用台灣政府 現在說中華民國 他們這個媒體喔 壞的都講台灣啦 好的都講中華民國啦 這些中華民國體系 以下你看這個代表是 他所謂的中華民國目前的治理台灣的政府 你看這個藍色的就是貪污嘛 司法體系你看35%耶 你再來看警察也16%耶 你看警政機關這個司法的貪污的這個狀況也很可怕 你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講到管理的體系了 你在接一個工作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管理的方法 當然我必須要先講一些法理 我是用歷史 先時間 歷史跟法理 三個把它結合 你要練那個 新台灣論會比較好唸 不然那麼厚一本你怎麼唸 剛開始我也是唸不來喔 哇 那法律的東西好堅塞難懂 還有以前我教友我的讀的方法 都不一樣 很難讀耶 後來我就想過 我就用這個年代 跟發生的事情 跟法理 把三個連結起來 這個就真的比較好唸 我回家試試看 我們先來講 日本 大清帝國跟條線 到底他們是什麼瓜葛 跟台灣又什麼關係 很奇怪 他們就是兩個國家 大國家都在想這個條線嘛 像這個條線本身也台南這麼多嘛 後來他們兩個人 就是兩個國家就說 不然 訂一個天津條約 他發生什麼事情 你統治我 我統治你 那如果 在那個 這個一百九十五年 這個時間 有一個 條線一個東學黨 又在作亂了 他就在證明說 你有什麼 你怎麼要撤兵 這樣 這怎麼撤兵 就在這個黃海的 這個 紅豆 發生海戰 就在修拼 修拼 修拼 就造成這個賈府戰爭的開始 宣戰是在8月1號嘛 1895年嘛 宣戰 就是開始 國際法都是說 我要選戰 就是跟你宣戰嘛 正式開戰 正式開戰跟簽署下關條約 就是馬關條約 一百九五年四十七 跟這個宣戰 這個時間 差多久 國外啊都看不贏日本 覺得日本是小國 怎麼有可能打贏 打清帝國 結果人家一起擁有北洋艦隊呢 這個這麼現代化的北洋艦隊 還沒八個月就被日本人打敗這樣 他們盾位都很多 盾位啊 那個輪船 那個 他的艦隊的盾位 可以放裡面很多 什麼 炮彈啊 人員啊 覺得日本只能放那麼一點點的盾位 絕對會輸嘛 結果人家日本贏 簽訂 那個下關條約是 這年代都要記喔 一百九五年五月 背後信號 這就等我跟他說 先來說 下關條約是什麼 下關條約 大概 台青國 這個 台鳳台北下 跟 台日本 這個 台鳳台北下 這就是天鳳 台鳳台北下 英文叫做 Emperor of Japan 簽這個條約 來用 對台灣有關的 第二款 這三個都歸給大日本帝國 這是跟中國的一個利益 我們來看這邊 第二款的第二條到第三條 台灣全都 跟學俗的都市 再來 平鵝的都 就是 台灣跟平鵝 這兩個地方 這個有 那個 格蘭嘛 英國的格林尼次 這個經緯度 這樣給你 給你弄得很清楚 你就割這個地方給我 這個就是證據 證據就是 這是日本天王 所有權狀嘛 我們是明明白白 下關條約嘛 從大清帝國 割給日本 大日本的證據 沒有偷竊喔 他們 擁有台灣 剛開始是有兩派人馬 他說 唉 日本 怎麼會 你看 割給我 然後 高砂族那個土地 也不是你們大清帝國 你也割給我 我要花時間去治理 又要去 跟你們管理那些原住民 就現在所謂的原住民 喔 他很累耶 兩派人馬說 我賣給法國好了 喔 很累耶 後來另外一派說不要 他們要擁有台灣 他們一開始就已經 把台灣 要怎麼擁有 就是皇民內地延長主義嘛 每一個階段一個階段都有在做 直到1937年的4月 要正式的跟你皇民化 要給你兩年的思考 你要做日本人 還是要做中國人 要做中國人把你搶回去 那搶回去 那搶回去那些人 過不多久還回來台灣 過來 一九十五年 這個明治憲法來賓有誰 我擁有那個參戰權 應該 那個參戰權 就說我賦由你 就把你認定你是我的人民了 我有你這個權利嘛 所以二次大戰有一個高殺義勇軍嘛 那也是 我給你有這樣人民的義務 就是你要當兵 那你要為國家來奉獻 留你這個權利嘛 那台灣當然也有這個參政權 台灣也有議員 參與這個大日本 他們的一個參政的這個權利 台灣已經是日本 日本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了 他如何去放棄台灣 可是大家來看 又怎麼看中美國政府 剛到 來看喔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已經跟大家講過了嘛 下官桃園 白紙且黑字 法理根據 這個所有權杖就是日本天皇的 剛才也有跟大家講說 華民化跟民治憲法 這就跟你講說你已經是我的人民了 明白這個台灣就是屬於日本 大地的日本帝國的 當然他對你要有建設要有責任 包括造戶口 欸 大清帝國不是擁有台灣 那個六個漢人騰捆區嗎 他有造戶口嗎 沒有 你死在外面沒有人理你啦 一堆白骨也不知道是狗的還是人的啦 日本 花了十年造戶口 把台灣所有的人全部 造個戶口 造個戶口 你是誰 門牌號碼 你兄弟姊妹是誰 寫 你有沒有喜瞎片 上面都有寫 尊重你是人 他是人民欸 我剛剛說的 天皇是什麼 給他們人民 愛護他們人民 從這一點 大家都知道造戶口 這是多麼不簡單 花了十年功夫 再來縱貫線 你說 那個大清帝國 他做的那些縱貫線 沒有 他只做到新竹 而且那個規格 像北門站 大家有去北門站嗎 北門站 要地上出口 有寫什麼流民船 什麼誰誰 建造啦 北門什麼什麼 鐵路的什麼事蹟 裡面就是沒有大日本帝國 要嘛都清涼彈寫 帶過去 他們有沒有詳細記載 沒有 他們都講他們所謂的 清朝也是他們的國欸 清朝滅了中國 他們也是認為 清朝是他們的朝代 一樣嘛 一樣的道理嘛 我被人家滅掉 不甘願 這樣很難聽嘛 就他是我的朝代 你去講大清 我覺得這也是滿羞恥的 他沒有說 日本是怎麼建設 你也是有那個縱貫線 把那個不合規規則都聽過 用那個現代化的 這個材料去做鐵路 他說嘉蘭大俊大家也知道嗎 八條雨衣 剛剛說的內地延長 然後博物館 它這個台灣博覽會 也是在新公園那時候 有很多的活動 他們史證40年 所有的這個政策 以及這個政績都有顯示出來 我跟你講 這就是台灣 就是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 屬於日本的 不是殖民地 不是市民地喔 如果市民地 要建設要做什麼 我就叫你繳稅就好啊 我叫你繳稅就好啦 我要你的錢就好啦 我要你的資源就好啦 我幹嘛幫你建設 你光是那個縱貫線要花多少錢 照護口也要花錢耶 然後你知道嘉蘭大俊 五千萬的立票耶 又墜加耶 我平常還要做這個 買這個一張 我賣給法國就好啦 你怎麼還把台灣認為是實民地 是中華民國這個流氓政體 要醜化這個大日本 醜化日本人 要把你說 日本人在台灣的建設 跟他風光危機 人政從你腦海中捏掉 你就相信我中國人 他在1946年1月12號 把台灣的國際 全面變成中華民國 沒有經過台灣人的同意 然後隨便給我們變造 你怎麼說 你如果說你就去世 我告訴你 你看嘛 他生嘛 他知道他要贏了嗎 他把1比1換成台灣銀行券啊 救台幣先給他脫手嘛 是不是 再來 你看1949年 你又把1塊的新台幣換賓子 把這個古代表 等他3不是4萬1塊 一朝一夕把台灣人當做中國人 你要把台灣人當做中國人 好可以 你有愛護台灣人嗎 你要某台灣人當中國人 你有愛護我嗎 你來台灣的時候是搜刮明紙明膏 那裡打 你們所謂的國共內戰耶 台灣死了多少人 北越也是他們那個 蔣介石派來的入漢 一樣他們 越南死了兩百多萬 出一個胡志明把他們那些 那些九戒舊的軍隊把他們趕走 這以後網路可以上網 我有講 因為時間還有剩下10分鐘 你講到這段歷史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的 我們台灣人要有自治的權力 要有事實的歷史啊 要覺悟耶 你不要再想說 他們是怎麼用他們那一套 中國洗腦的制度 來變造事實真相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還證明了什麼 來 大家先來看23條A嘛 美國為主要佔領全國嘛 這個流亡政府只是因為 他是二次大戰 跟美國是同盟國啦 他是來代佔領的嘛 日本天皇他就要犧牲台灣啦 他怕他別國嘛 就犧牲台灣 然後美國就派那個 九戒舊嘛 啊先生 賣水一般命令第一號嘛 他來占領台灣啦 占領台灣 不說他要帶台灣喔 是因為他跟國內戰那時候 美國說 喔 贊成你去打中國 打中國啦 打王爺 結果那時候是一次 但是他打輸了 他不會過了 他回不去中國了嘛 他只是代佔領而已 代佔領終究要回去嘛 你要成立台灣的這個被佔領地區的民政府嘛 他回不去了嘛 那美國不說不虐待一個 美國也是幫兇啊 所以美國就 美國我剛剛說了嘛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他有決定嘛 蔣介石來代佔領 那時候他又怕那個外面那個共產中國 來讓整個這個東南亞 或是整個那個太平洋區 整個赤化 就叫很久來反共就走了嘛 反正台灣人民就變成一個犧牲嘛 所以美國有處 又必須要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白子寫黑字 他們一直在講馬關 不講馬關條約 說要廢除馬關條約 他們又說那個開羅會議就是條約 就是把台灣割給中國了 錯 他只是一個開會的紀錄 他們對外聲稱而已 我開過會 他不是條約 條約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是最高層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們為什麼從來不讓台灣人知道 你們知道嗎 教科書有寫嗎 都在寫開羅會議對不對 就開羅會議啊 他就自己說開羅會議 還要跟他說開羅條約 條約就不是這種 條約的結構跟會議的結構 文書格式都不一樣 你說票竊 哪邊說票竊中國的土地台灣 我來講嘛 他只是六個囤囤區 他沒有建過台灣的主權 你要怎麼還給你中國 我要還那個六個囤囤區嗎 你怎麼還啊 還有你說我們竊據 馬關條約怎麼叫竊據 還有開羅會議是戰爭的時候的聲稱 你打敗仗 日本打敗仗 要戰後的規定 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講話來講 他這是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管轄權 你說All right 台體會很可憐 這個都是管轄權 這不是Sovity Sovity是這個 他如果說放棄主權 他為什麼要寫是不是 沒有寫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個阿共的那個毛澤東那時候的共產中國 他侵略韓國嘛 台灣說哇 這個中國 這個台灣的海醫就慘了 他就變成把天王的權力懸空 就變這個中國這個 這個中國就來強領台灣 就這樣一年混一年 混到說我們2006年10月24號 我們林志森博士 帶領228去控告他違反人權 你把他轉播的歷史真相握出來 讓台灣人知道你現在幹什麼 不要在那個框框裡面 去過你自己的日子 我講到一個 講你講太多 我這個鳳凰浩的意思是說 他要去那個蒙古探勘 就是載去蒙古 比如說跟我們台灣 本來台灣是去用台日本帝國地理 結果因為發生太平洋震驚 輸去 跟我們台灣 就是不說 不是探勵 跟我們台灣 這個鳳凰 美國來主張 我們栽進去的沙漠裡面 讓我們現在飛出來 以後再講 日子美戰 台灣民政府 帶領我們台灣 飛出這個沙漠 讓我們擁有新生 我們一步一步要怎麼實現 除了我們要堅定我們法理 說要訓練旅行政見 然後人性化的政策 一步一步來要怎麼走 這也有一個洋震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阿伯要去接種政策 我們都有這個需求 要允許 生理的需求 安全需求 跟社會的需求 我們來講這個體責裡面 現在幾個年輕人 是9K都不到喔 他的炭情 他的生理的需求都沒有喔 還有你現在 發生很多的什麼 搶案 還有什麼 那個什麼食安 我們吃噴油 讓我們吃噴油 塑化劑 有毒的東西 我們台灣生成第一名 他連這基本都沒有給我們符合耶 譬如說政策在變成這樣喔 我們阿伯要去接政策 我們要讓每個人都能夠自我實現 我們要最高層 我們要求什麼 你就要給我們什麼 你要做人的官員 你都要有這種心情 你愛護人民 你就是要這樣做 這個順應馬斯洛的需求層次 喔 人性化 人民有什麼 生活的需求 身準 你要怎麼自己抵立 要不要這樣 他身準的條件是什麼 啊再來 生命要擁有 我要有安全感啊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再自安不好 或什麼食安風暴 看我連換下去都不能換 喔 對不對 我來說啦 你要去接種金錢 來法理 日暑美戰 就是這三個是我們的驚 你的專業 我說專業 不是說一定說你好好讀書 是由一項研究的問題 由頭上要好好研究 那就是你的專業 再來 我剛才一直在說 惡魔的誘惑 你們要小心 因為中華民國的體制 中國的體制就是代表了貪污 所以為什麼因為習近平要去打貪 因為他們太可怕 他們貪污得很可怕 現在每個地方都在暴亂 你現在爆出來的那個都是非常嚴重的 媒體在爆出來的 這個三支箭放在身上 要接工作就好接了 我說這個教導式的良性教導 是說你不再像以前 你學到什麼東西都暗蓋起來 你現在就是說 像我現在教大家有一個知識庫 你這網路也可以去下載來看 你這都是奉獻的 你如果要這個資料 我PDF也可以給大家 就是說要建構一個知識庫 讓大家都進步起來 我給你大家進步 我現在講話對不對 是不是我可以講不好 你會給他執政 我也講師也要進步啊 你們也是 我講了之後 我今天講那麼多 有一個概念 你也進步了對不對 這就是你跟我都進步了 我學習 我教導的人都進步了 你這個團體組織才有希望啊 你不能說我上面的人進步 你下面都不進步 那不是跟中國方法一樣嗎 你是我的附属物嘛 我要你了解 我要你知道這個就好了 那個不要知道 我讓你學習這個 那個不要學習 可以嗎 你要無限的奉獻出來耶 你要教導你的底下管理的人 也要有知的能力 要教導他們耶 不是你只有你自己個人好耶 你要整個團體都好 這個團體才有希望 是不是 這就是教導式的管理 陳定然他就是用這個方法 把他們那個 宜蘭經驗 所以他這個方法不錯 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我們絕對是像歐美一樣 拿了納稅人的錢 一點一滴都是他們辛苦的血汗錢 就要用在刀口帳 不是中國人那一套啊 來來 口口來 貪污腐化 人那個 在幾年前訪問中國的那個 德國的那個首相 那個首相 那個麥克爾對不對 那麥包掉到口口 我把他撞到這裡 那如果說 這個台灣還是誰人 中國 不可思議 那口口的垃圾就丟掉就好了 我先把他撞到這裡 那他說一句的 那是人民納稅的錢 我把我剛才撞到他 我撞到沒關係 但是從地上撿起來 你要在三秒鐘以內把它拿起來吃 不過真的 以這醫學的眼光來看喔 過了三秒 以後可能就會汙染 那人也知道 快撞起來吃 那又沒什麼汙染 再吃 那中國人怎麼講 叫一個新的給我 不然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的飯店怎麼服務這麼差 怎麼會讓我的麵包掉下去 這六個速度的理由對不對 你 我們TCG要建立的架構 我們要學習西方的文化 不是中國的那一套 我們做好就好好做 做不好我們就讓給別人做 那不是在這邊爭什麼爭權鬥力的 就像新陳代謝一個手褲子 我剛才有說嘛 這個手褲子 你這個褲子也會掉下去對不對 你掉下去有新陳代謝 然後你就讓他起來 讓他退去幕後 我們為的是整個團體 這我寫著說中國教育體制下 對於他們的 下手褲子都唱一個秘密課 給你打分手 不是從 跟裡面去教導你 應該要這樣的處事態度啦 這是我在工作單位 看到秘密課 打分手 你要做到這個程度 你知道嗎 你背後就是有一個人幫你打分數 Push你才會進步的 你不是從內在的嘛 大家想一想 這個醫療專業不是服務業 你不要用他們那一套 我們專業的素養 你要尊重我們 那你不要說躲在暗處來對我們評分 你要怎麼訂定這個原理原則 要怎麼去管理 不是說像小學那樣 把我們這個體制內的專業人員 用這種小學方法 再訂定規則管理我們 我以前在台北州有上課 你們可以上網打我的名字 然後這邊有幾個 我每堂都有上課 第一步你就要設定部署的績效目標 有效的溝通 再來你怎麼去考核他們 那講成一定要嘛 那現在齁就是還有 就是已經下課了 那這個有一個影片 其實上網去看可以啦 那再來 我 我說的這一套就是說 有創意跟提案 對我們台灣民政府改革跟德政 是非常有幫忙的 那為什麼要講到柯P呢 他是一個時代的一個人物出現 他也一個素人 他現在在中華民國體制下選舉選上了市長 我們並不贊成 而且堅決的反對 在中華民國體制下你得到了什麼 你個人的利益 這個我們絕對的反對 但是至於他個人有一些優點 他在裡面講述到一些想法概念 我們提供我們一樣是 跟他一樣是素人來講 裡面有什麼優點 他有什麼缺點 我們可以看出來 當做大家一個什麼 一個參考的點 一個學習的點 那大家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嘛 柯文哲演講有講了一個重點 我覺得不錯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說要解決台灣藍綠 對抗那就是要站在公平道義上面 我有跟大家講 要解決台灣的問題 也要在公理道義還有法理之上 我希望柯文哲他自己也很要明瞭 中華民國體制早往是要奔解的 他要了解台灣的法理 公理就是要有法理 要不然公理要依據什麼 你告訴我 公平正義依據是什麼 傳統的人的道義嗎 沒錯但是你也要法理啊 你沒有法理你公理是什麼 我不曉得他所謂的公理是什麼 希望他去認知事實真相 那我們下課再問 那現在應該是已經35分了 我提供大家這個一個共鳴 一個怎麼說一個敲擊的點 那像是那個B的這個電位 讓大家去思考 以後你要去換個頭 你要注意什麼東西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各位同心我們下課休息 這節課休息到四點 四點再麻煩進教室三課 四點在進教室三課 謝謝 然後邁上課休息 make sure 感谢观看